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然后刚才Tina已经跟大家讲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关键词还有关键的内容 那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我们每一支子的水晶时代的满满的诚意还有这个创新力在当中 但是我相信你们准备好了吗 掌声呢 尖叫声呢 我们要请出明日新推官水晶榜样孙燕姿 请出明日新推官明日代表华晨宇 请出明日新推官宋丹丹 请出明日新推官毛武艺有请四位 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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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豪华配置的顶级的新推官要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也请四位新推官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先说个嗨好不好 我们抽 要不然从毛衣还想来 要不然从毛衣还想来 这边景都传话了 多一点吧 别起来 你们就不要憋着了好不好 来 欢迎毛衣 欢迎毛衣 大家好 我是宋丹丹 欢迎我们四位新推官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今天大家集结要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我们节目这个录制的故事 对不对 那我们有几个问题也是要代表我们的观众来问一下各位 我们先来问一下燕姿好了 好呀 因为作为这个私迷来说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有一种苦叫做等待孙燕姿的苦 等你真的要等很久 然后这次其实我们也知道燕姿其实从来没有录过这种要常驻的综艺的节目 对 这次为什么让我们等了这么久之后 你会选择我们的燕燕之子《玄金时代》来成为这个新推官 其实最大的原因也是希望可以看一下新的世界是长怎么样 然后我也知道《玄金时代》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节目 我想要看看现在的年轻人 我也觉得就是是时候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想要勇于尝试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工作 所以这次在节目当中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你吗 我不是应该都一样吧 大家认识的都差不多吧 我不是可以表达得很完整的那种 所以在这个节目我也尽力的让自己进步 然后跟其他推官学习 然后多听多讲多尝试 我们期待一下这次燕词在节目当中的表现好不好 那掌声来送给孙燕词 这个上了很久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花花 花花刚才我们也都讲到这次是 之前已经有三月的新推官了 作为这个三朝元老 这一季我们又是女生季 又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对待他们跟对待之前的男生 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会 因为就是首先就是对待女生会有比较没有前两季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就是其实该就是在专业上的时候还是要厉害一些 因为就是你必须要告诉指出他们的缺点来 但是可能说话的方式会稍微的委婉很多 但是像之前前两季 男生跟男生之间讲话就很直白 就是啊你这里有问题 咱俩要改 可能会非常直接让他们能处到他们的痛点 然后那女生可能会委婉一点 而且 教学的时候有一点小吃力 对 为什么 比如说因为 因为我们这一季 我们新推官 其实不光是在去看每一位选手们的表演去演评 我们可能很多的 其实私下会有进行很多的指导 然后 然后我像 我们每一位新推官的指导 跟工也是一样的 那像我们会在专业上进行一些指导 有时候会教女孩子唱歌什么的 那那就是学过音乐 学过声乐的指导 就是教唱歌的时候 有时候你不会上手 那我就没有办法上手 所以 但男孩子我就可以很 所以 所以这一季有手下留情 嗯 手下就没有情 不敢用情 所以 这次花花在我们这一季的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 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对对 我们也期待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花花 然后我们要问一下丹丹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丹丹老师有非常丰富的舞台的经验 同时 你也非常的喜欢音乐 对不对 我们之前在这个纪录片当中 也看到你最近在学钢琴 是不是 这事儿就不能提了 没关系 今天我们现场也不会把钢琴办出来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之前其实录过很多节目 但这次是来录一个音乐类的节目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哎呀非常不一样 我想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 我也想学唱歌了 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都非常有收获 我之所以来 一个是因为跟丹丹是好朋友 我觉得我来会很安全 他们不会把我晾在哪儿了 李文宇和Tina也不会把我弄成一个不好的形象 我就赶来了 然后其次是我真的是他们的粉丝 我真的是非常崇拜他们 所以我来了 可以跟他们坐在一块平起平坐 我觉得我特自豪 丹丹老师就是 因为他非常喜欢音乐 刚才我们从介绍花花出场的时候 丹丹老师的尖叫声很看得出来 而且我们也知道丹丹老师 其实我们在纪录片当中也看到了 说其实几个行推官都特别的喜欢 同时也特别的喜欢音乐 这次我相信在这个节目给你到安全感的同时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红花会出现 我们也期待一下 谢谢 谢谢丹丹老师 那接下来 来讲声送给我们的丹丹老师 接下来 这两个人看起来的关系非常的好 你看出来我们这个节目会有多精彩 好想明天赶紧来到好不好 接下来问一下毛毛 毛毛 其实之前是选手嘛 是 然后这一季我们坐到了这个行推官的位置上 特别想问一下你坐在行推官的那个位置上的感觉 是什么样 很好 就一直坐着不用比赛 心态会比较轻松一些吗 其实也不会 因为我们做选手的时候 比赛 你只涉及到自己的表现的好坏 然后成绩只关乎自己 但是做行推官的话 一定可能 会影响到其他选手的 在这个比赛过程中的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是对自己负责 而是对这些选手负责 反而比较有压力 就跟自己的压力不一样 反而是有其他的演员 其他的这些选手 会给到一些你 对他们将来的影响上面的影响 对对对 但是坐上那个行推官 那个孩子那一刻 应该心里很爽 我想说哦终于轮到你们了 今年是我来 没有 没有这么阴暗 我会这么想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身为行推官就是导师 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选手吧 但是你作为行推官 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行推官 是跟你的歌声一样温柔 疗愈系的 还是说其实会比较严厉 都有吧我觉得 然后当然是会安慰选手 跟他们因为毕竟一个比赛出来了 会有差不多一样的感受 也会了解他们不同时期的心理的状态 但是如果看到选手有可以进步的地方 还是希望他能够更好 所以就是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东西在这个当中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四位行推官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小的游戏 来考验一下四位行推官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四位行推官 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不好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来翻上道具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已经录了三期节目了 好每个人应该很了解自己在 节目当中的一些所作所为 来我们也可以请我们四位行推官看一下这边 我们先看一下这半部分 有不同的这个词 行走的调音师 一起走过的十九年 我很喜欢你跟六星员工 我们请各位来认领一下 你们觉得哪些是在形容你们的 可以来认领一下自己的牌子 好不好 这个很明显 这个很明显 这个就送分题嘛 对一起走过的十九年 丹丹老师是 我很喜欢你 来 啪啪跟毛毛你们选 属于你们的这个 好 毛毛就是六星员工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丹丹铁这边开始吧 我很喜欢你 为什么 这个词会贴在你的身上 因为我总发现我喜欢的女孩子 我真的都喜欢她们 嗯 所以就是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 在节目里 对应该是 哦 所以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是不是你的牌子呢 恭喜 我很喜欢你 来 丹丹姐看来 对我们这期 这次节目的录制当中 有很多的女生都很喜欢 看来有很多优秀的表情 我们看一下 花花行走的调音师 你觉得 为什么觉得是你呢 我印象里好像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选手 他们的那个情 就是 没有弄准 然后就去 帮他们去 操作了一下 好所以你会去帮他们的情调音 对 所以是行走的调音师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你呢 恭喜 花花打队 行走的调音师 真的是 非常厉害 接下来是彦斯这个送分题 一起走过的十九年 对 我出道就是 还有 对啊 丹姐四十年我十九年 其他一年 哈哈哈哈 对但是我们特别希望 今天是十九年 但是我们希望 可以一起走过九十年 好不好 一直一直 太长了 我要说 我们想替你唱到老 哈哈哈哈 好 要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六星员工 六星员工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选出的最后一位名人之子 就是六星员工 然后 就是六星选手嘛 然后我是第一年的走到最后的那个人 对应今天应该就是六星 所以就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六星员工 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肯定是没问题 好 那我们四位新推官 都已经正确的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游戏的下半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不同的词 有不爱 有水晶球爱好者 有严格 有冷笑话终结者 你们觉得 这几个词当中 有没有哪些词是属于你们的 请把你们的这个人民牌 来挂到这个词域的下方 来我们看一下你们在节目当中会有哪些表现 丹丹老师 好我们 我们就挂在底下 这个 我跟你一起挂在 因为我玩 我玩 我玩那个球 真的吗 好吧 好 没关系 一会我们都可以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觉得 好 燕姿你觉得 我觉得我不严格 哈哈哈 燕姿你非常有意义 说我不严格 我觉得随机穿爱好者书 我不是花花 第一次在知道大家 我是不是花花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燕姿好了 燕姿你觉得 你不严格 我没有 基本的水准一定要有 因为毕竟大家 这个是一个资源很多的一个节目 大家都把你一个基本的一个严格性 但我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严格 哦 没有特别严格 但是有底线 对不对 然后刚才为什么觉得 你自己也是水晶球爱好者 我 我也 对对 当然发发 我们两个每次看到那个水晶球 所以就是乱玩 然后有时候不小心 不小心的 投了一票 这样子 哈哈哈 对 有一次 对 这样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这次这个 要投票给粉丝 是有一个装置 是 那个装置上面是一个球 要按那个水晶球 水晶球 所以你跟花花蓝 所以就会不小心投到他 哈哈哈 所以我不晓得是 我觉得那个 就是调皮的男生 调皮的女生 喜欢玩水晶球 好那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边吧好吧 我们从博爱来看一下 单单姐 觉得是 博爱是形容自己的 嗯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会 因为我就是一个 特别善良和博爱的人 哈哈哈 刚才也讲说 今年这季有很多 你喜欢的女生 啊 所以你觉得 博爱是属于你的 对不对 好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呢 登登登登 恭喜 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了 因为我觉得 丹丹姐对于这个 优秀的苗子 对于优秀的女生 一定是会把自己 所有的这个赞 跟这个鼓励都送给她 好 那就是 博爱就是单单姐 然后水晶球爱好者 花花你投给自己 我们来说一下 刚才 那我 我是 就我是 基本上 全程都在玩这个球 就是 我想问一下这个球 对你来说 有什么样的魔力 让你一直 特别喜欢把蓝它 呃就是 因为 它有点好动症 哈哈 对 然后就会 很想拿个东西 然后可以 让我 就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 那个老 老人家就是 盘核套 就是 拿那个两个核套 都在转 所以你是在盘水晶球 在节目中 对我在盘水晶球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水晶球爱好者 是不是花花 恭喜 水晶球爱好者 化成余单身 好 盘水晶球在节目当中 然后 严格 叶茨刚才说 其实 没有那么的严格 对对 但是我们看一下正确的 就是你 你会不会也是严格不自知的那种类型的老师 会不会你说完之后 其实对于选手来说 他们觉得这句话还挺重的 但是你觉得我还说的蛮中肯的而已 中肯跟严格我觉得又不一样 我觉得当然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好 这样子 呃呀 就是看节目咯 大家就可以自己评价一下 好 所以我们这个包袱要留到节目当中来揭晓 好不好 然后最后就是冷笑话终结者 毛毛投到这边 对 毛毛 你是 节目当中冷笑话终结者 我是通过排出发喜欢你们自己 哈哈哈 嘿你是一个聪明的男孩 如果你参加这两次高考的话 应该有哪个高分 来 冷笑话终结者 但我们要说一下在节目当中实际的表现 他在节目当中真的是那种 会把别人冷笑话杀掉的那种 他画最少 哦 可是都会长到重点这样 哦 嗯 有啊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吧 你现在 都不想听说话 一点不严格 哈哈哈 对 对 冷笑话终结者 听说你在现场就是有一些选手 会讲一些冷笑话 你会直接讲出答案的那种 不会 不会 就是专注音乐的舞台不讲笑话 哈哈哈哈 好 好我们晚上明天晚上就一起来求证一下 到底毛毛 有没有来终结冷笑话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毛 喂 雷 雷 我们四位都答对了 好 再次的期待一下 好 因为明天就要跟大家见面的节目 然后也录制了三期 我们想问一下 三位就是 四位就是我们现在三期录制到现在的感受 怎么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 好 我觉得首先是选手 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然后这一次我们也跟前两期不一样 会有很多能够帮助到大家看到选手龙多面的机会 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 然后看到这些选手的成长 谢谢 谢谢老婆 燕姿呢 我当然期待就是有很好的收视之外 这个平台我相信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下一个名人之子 或者更认识你喜欢的下一位女歌手 所以希望大家幸运 谢谢 谢谢 我们也期待能出这个最强场牌被大家喜欢 哈花 嗯 我是 因为我是很喜欢那种很特别的人 就是 然后 那 今年其实我自己也会感觉到有点意外的是 嗯 我们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选手 是玩一些很腹部的音乐 对 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 哎 好像跟以前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对 然后 呃 反正我觉得这是可能会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每一个时代的一个 不一样的变化 有时候会不断的再去往前走 但是有时候会去玩很 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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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复古的东西 但是又可 把很早的复古的音乐 和现在的 现在当下的 呃一些音乐风格结合在一起结合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然后 也让我自己有一些 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 嗯 其实我们的艺术 其实有些像一个迷环一样 有时候 会在前瞻性比较强 有时候会复古的地方比较强 对 所以今年感觉到了有一些复古的东西会出现的比较多 对对对对 我们也期待一下今天的选手精彩的表现 谢谢 谢谢花花 然后 好 蛋蛋姐呢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请我来 因为我也不是歌手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起什么作用 我坐在那我也不知道我会说什么和发生什么 嗯 嗯 接着到今天我 我非常感恩参与这个综艺 我交到好朋友和我崇拜的偶像每天坐在一起 然后 我 我就觉得我像一个 像一个从妈妈奶奶回归到小女孩时代的那么一个过程 非常温暖快乐开心 嗯 感恩 这次 谢谢我们也要谢谢蛋蛋姐 这次能够加盟到我们的新推观当中 其实像蛋蛋姐丰富的舞台经历 包括丰富的人生 因为你都能够给到我们所有的 马上要出道的女生很多内心的建设 因为她们未来也要面临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道路 我相信我们的新推观 可以从技能上面给大家很多的丰富 也可以从内心上面给大家很多的建设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六大新推观 可以从内到外 然后多位度全方位的给到我们这一季 所有的选手与很大的帮助 我们要再次的感谢四位新推观 还有两位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新推观 要感谢大家 那刚才我们的新推观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节目当中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感受 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今天夏天能够选出这个最强的 大家心目当中的音乐榜样 那我们的节目呢 播出其实是在这个毕业季 那我们这次也与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 清华大学 东南大学 四所国内知名的高校联合策划了 明日我将独自上场的主题毕业的晚会 那我们也一起来看一段 威斯亚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夏天 明日之子水晶时代 他们为节目助力的热情 一起来看一下威斯亚 请看她屏幕 音乐 音乐就是要一直陪伴我的一个朋友 音乐被大大的集成为精神他们享受 音乐是我表达首席的种 看着我这种方式 在听乐的时候 我失踪自己的组织 音乐是在我心中必须的小蜜蜜 我们也可以给我们年轻的 这些学生一些掌声鼓励一下 我觉得热爱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需要坚持的 那同时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的四位 这个我们优秀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不是 我们可以起身跟大家打招呼 挥挥手好不好 我们有四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代表 谢谢你们 也要继续的坚持你们的音乐梦想 好不好 热爱无休 谢谢你们 来请坐 然后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四位新推官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四位在节目当中的感受和表现 那同时还有两位今天因为工作没有来到现场的 一个是美琪 一个是龙丹妮丹妮姐 她们在节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定有哪些好玩的事情 你们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吗 我吗 呃 呃 丹妮姐其实她因为是做节目的 所以她可能会讲一些她们在寻找的一些需求这样子 然后美琪是个认真的很棒的一个女歌手榜样 我觉得 所以她们在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比较严格还是丹妮姐比较严格 美琪比较严格 哈哈哈 谁不猜说谁 哈哈哈 所以其他人有觉得她们两个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 满在目制的3C的过程当中有没有 我觉得美琪是一个很 真的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 然后 就她很努力 就是如果她看到有选手来参加比赛的时候 她会感知到如果这个选手没有很努力的话 她会为这个选手哭的 甚至有时候会很着急 会 就是所以 就是她很希望这些选手能够再快速成长这样 就是她对 所以 能想象到她对自己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嗯 从她现场的这个表现能够看得出来她平时对自己的要求 对 所以她一把自己对自己的高要求投射到了我们选手的身上 嗯 我觉得应该不会投射她的她对自己要求的全部的 要不然的话 那她应该更严了 听得出来 这个美琪身上也会有非常多的故事点 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我们这两边没有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的新推官 在我们节目当中精彩的表现 那同时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VCR一起看到了在高校当中的 这个他们来助力我们节目的精彩的表现 那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一句话就是明日我这样独自上场 其实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毕业季的学生 因为马上面临大学毕业 然后马上就要进入到社会 进入到社会之后真的就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战斗 可能需要非常强大的内心 才能去面对这个社会 扑面而来很多的这个不适应的地方 所以对于马上要这个毕业的毕业生 我相信对于明日之子来说 我每一期要给大家传达的也是要给他们很多的正能量 很多这个正面的鼓励 希望他们可以来面对这个社会的洪流 很多的这个击打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台上的四位新推官 对于我们马上要毕业的马上要踏入社会的 这些应届毕业生 然后这些或者更年轻更多的年轻人来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有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可以给到他们 我先说我四十岁想 因为我也刚毕业不长时间 也算是前两年毕业 刚刚踏入社会不久 但是我就想对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说 不要他犯错误 然后要原谅自己的错误 然后在一次一次失措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生活或者是事业 然后进行下去 然后要勇敢 谢谢 要勇敢 要坚持 来我们掌声 谢谢 谢谢毛毛给大家的建议 希望所有现场的 哪怕我毕业生年轻人 或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年轻人都可以停进去 接下来 燕姿 这样同意毛毛说的 要勇敢 在我的年代 跟现在歌手要出来的年代 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大家都面临很多互联网的很多很多的讯息 相对的你的竞争也变得非常的 大家在这种环境之下 都要找自己的一条路 要勇敢 就像毛毛说的 然后希望他们都可以不断的为自己加油 自己努力 谢谢 谢谢一次的建议 谢谢 然后豪华 我可以讲一些专业上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 你是真的很喜欢音乐人 那我其实很希望大家 在追逐音乐的路上 可以去多多的学习一下 基本的支持 最好是能够学会创作 那我会建议大家能够 学一杯乐器 钢琴跟吉他 这两个乐器里面 挑一个乐器学 因为它会很方便 有助于你写歌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学一个乐器 是画画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有这个技能的话 以后的路会越走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远 谢谢画画的建议 丹丹老师 其实对于年轻人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 就是真正给他好的人生的建议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指纹 都是独特的 我只想说 就年轻人 你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 你其实就在找位置 在学校里你有你的位置 你可能是班长 或者你是最差的一个 但走上社会 你可能不是最差的一个 或者你根本找不到位置 你已经不是班长 你什么都不是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首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好人 不看眼前的得势 不为小力做不好的人性的人 我觉得这个特别关键 然后就是 就是记住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挫折 其实都是在拓展你的承受力 让你变得更好 其实你所有遇见的困难 你摔的跤 都是让你迈上一个台阶 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所以不要怕 年轻人加油 谢谢 谢谢三三姐的建议 终于知道 为什么会找您来了 是不是 我觉得看节目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的 这个生命的感悟 会交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包括所有的选手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四位新推官 我们也期待四位在节目里能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收获 那今天呢 我们两四位新推官来到现场 还有两位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他们也被我们 呃 年轻人还有一届毕业生也送来了祝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琪的祝福 来看一下丽丝亚 大家好 我是明日新推官 国际上 明天一的美琪 首先要感谢同学们在校园活动中 对我的支持和喜爱 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 无论当下结果怎样 都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坚持自己所热爱的 有梦想就尽力去实现吧 明日日子水滴时代 在明晚居然和大家见面了 肆意生长 热爱无休 明晚大家不见不散 谢谢 谢谢美琪发来的祝福 那同时 我们的龙丹妮龙总 他也给我们一句话 需要回头我们来告诉大家 他们送上的祝福是 我特别希望 这个夏天即将走出校园的同学们 可以真诚地 迎接未来的自己 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肆意生长 谢谢 谢谢我们的龙总 还有谢谢我们的美琪 还有我谢谢我们台上的所有其内观 给大家的祝福跟建议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拥有特别美好灿烂的人生 那接下来我们请四位其内观 一步到我们的启动台前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启动一事 同时我们也要请上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来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 协议室高级副总裁马英坤女士 掌声欢迎 欢迎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制片人多小萌先生 欢迎 欢迎明日之子水晶时代总编剧李文宇 欢迎同时我们要欢迎 上美中国CEO抱叶月上台 我们跟所有的行推官一起来启动 好我们一起倒计十三秒 然后把手放在你们最喜欢的水晶球上来启动 我们今天启动一试 准备 三 二 一 启动 明天就是六月二十二日 从明天开始每周六的晚上八点 腾讯视频将全网 独播明日之子水晶时代 谢谢我们所有的行推官跟我们的来宾一起 看着中间的摄影师 我们来记录下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台前幕后辛苦的工作人员 在今年夏天因为我们缔造了一份 明日之子水晶时代这样优质的节目 也可以给我们现在的所有年轻人更多的正能量 正面的鼓励 也要再次的感谢大家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欢 我们看一下 照顾一下左边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来我们请各位领导 来宾还有我们的行推官台下落座 再次的感谢大家 肆意生长 热爱无休 那明日之子水晶时代正式的开启 我们还要再次的跟大家强调一下 从6月22日起每周六晚八点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 先有序的离场 谢谢大家的配合 好我们先请各位来宾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 我们先稍事休息 给他们一点点的 谢谢大家